由江乐义老师所带领的六人朝圣队伍 1月4到21号 经过八天七夜 一一走过马尼诺会传教室 早期在台中地区所建立的大小不同的教堂 例如春阳、举滨、武界、地利、水里、草屯、太平 全程190公里 朝圣队伍最后一站 来到台中市台中教区主教公署 他们接受台中教区主教书耀文主教的认证以及降服 江乐义老师特别提到徒步朝圣的可贵 用徒步的好处是你没有太多分心 除了走路 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省察自己也好 或者去想你自己跟人的关系 包括跟天主的关系 在推这个徒步朝圣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简朴的精神 你可以用准简单的方法带最少的行李 你可能在一路不太多的需要 所以当你的欲望也降低之后 其实在很多 我觉得跟天主的沟通也好 或者你得到圣神的启发 圣神的带动会更多 六人队伍中不是教友的刘峰英姐妹 分享她的感受 我从福大的孙志文神父身上 我想要去认识天主 我想去感受天主的爱 结果我在走这个路线的时候 我发觉到每天每天 他们每次那个天主教做完弥撒之后 最后一句话 神父都会说你们去传福音吧 可是我从这一次的姜大哥身上 或是其他伙伴身上 看到神父天主的爱 我觉得这是随时随地都有让我感受到 我有从他们身上看到 所以你看到真的很多人 就应允了这一句话 就是去传播 对 甚至于我们到部落里面 部落的那些兄弟姐妹们 他们对我们的热情 然后提供给我们的住的吃的 都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爱 我们先进来的电影 我们先进来的电影 没关系 那么我们先进来的电影 这么带来的电影 真的 nov时 然后我们先进去电影